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省已在许多领域 其中就为老沃乃至华藩省的高质量人力交易 培训等领域有了密切配合 副省长希望 在将来的时间 两省在多个领域上会加强全面友谊合作关系 维持月老乃至太原省和老沃各地方的传统友谊关系 代表老沃华藩领导人 叛同菲莎尊潘先生对太原省的农厚接待表示感谢 真指刺激 老沃工作团还去沾灌太原省的一些农业发展模型 和在本省的山区矿场开载公司 旨在学习经验发展华潘省的经济社会 同日 老沃工作团在太原省资源环境厅进行交换经验 在工作会谈上 老沃华潘省领导人和太原省资源环境厅领导人 就有关两省资源环境工作的管理 近些年来的矿产资源管理的情况 矿产摊查 开采和使用等一些活动的各内容进行交换经验 老沃华潘省领导人对两省的经验交换活动效果表示高评 他强调 太原省正在管理许多矿产及矿产开采之处 所以太原省的管理工作经验将是两省加强合作活动的基础 他希望在将来的时间 像这样的经验交换活动将继续进行 为提高该活动的效果 加强为省人委会参谋 以便发行有关两省在资源环境领域的法律规范 各文件等做出积极的贡献 2012、2017任期以团结、欢喜、集体力量为基础 是越南佛教教会活动的指南证 同时 在越南佛教中央教会的直接指导 以及各级有关单位部门的支持互助下 太原省的各层尼佛教徒在慈善工作中已有了许多切实 并充满意义的活动 为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家里的所有负担都压在这位妇女肩上 去住在丁化仙 归其乡 诺村的阮氏立家处于特婚之家 她老公早晚 她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 困难重重 她又患上心脏病 腰移进到医院治疗 为帮助立家克服困难 稳定生活 发展经济 太原省佛山教会 以与太原广播电视台 配合为她家护住了3000万月顿 来盖她母子三个人治房 这就是乡者 第四届太原省佛教代表大会的活动之一 我非常感动 我向太原广播电视台和佛教教会 为我该坊的护住表示感谢 近些年来 在乡党部 各级 各行 各业的关心 伴助之下 我乡的各贫困户已建设了这么宽敞租房 发挥越南民族的道德传统 以其佛教的精神 近段时间向着省祖国阵线委员会的提为 为贫困户的基金会 建设大团结之房的基金会 为越南中部各省在区的同报呼诸等各活动 太原省僧尼佛教徒已积极将家此执上活动 此外 在大考 中专考的基金内 太原省越南佛教教会以及省内的各寺庙 以组织兵战家提为为考试基金接榜的活动 多年互助经费为数十亿月顿 由省佛教教会组织的各活动都具有深刻人文意义并日益扩大 虽然此活动还存在着许多困难 我想做很多慈善活动 但至今来源还不稳定 这就是困难的 不过因有僧尼佛教徒的大力支持 所以已解决了一部分困难 希望在将来的时间 太原省佛教教会将继续加强各慈善活动 为特婚之房和平婚的人分享困难 从而为人行善 同时发挥已取得的中国 前提 实现保卫祖国和法道的理想 向着进驻 提为团结 稳定 发展 第八届任期的全国佛教代表大会 7月18日工商部商贸促进局与太原工商厅商贸促进中心 举行了食品安全质量规定 出口活动中的特殊标准的商贸政策论坛 参与此轮坛的有北部山区各省份的工商厅代表 来自欧洲和河内国家大学的演讲者和顾问 近半时间 越南出口活动 由未满足进口市场需求的质量和技术标准 而遇到许多困难 特别是对欧洲 美国 澳大利亚等一些挑剔市场 产品必须经过伙伴的许多食品安全标准及技术的严格规定 实际上 越南企业出口到这些大市场大多数是租的价值低的产品 对于太原省 大部分中小型企业的基主设施 财政潜力 人力队伍质量等还很有限 各企业还未满足按国际标准规定确保投资生产的条件 产品设立 商标设立其发展活动还未其中 内地市场其出口的信息缺乏 这导致企业产品的竞争利地 尚未满足市场日益高的需求 当越南食品生产的各企业欲想将其产品出口到欧洲各国时 要遵守食品安全规征的两个难题 就是 第一 你们企业必须投资工艺 以检查食品中的化学质量标准 因为欧洲市场是非常严格及挑剔的 我们特别惯心保护消费者 第二 我们优先提取食品出展来源 我们市场对食品的出展地必须有具体的信息 产品出的地理位置 其水源就是安全食品来源的决定要素 为满足市场以及每个进口上的标准需求 出口企业必须预备着市场制式不断更新 提高产品质量 为越南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设立形象及商标最足贡献 继续多样化互助形式 有助于企业考察 寻找扩大市场 促进出口到新的 有潜能的市场 为提高各企业的竞争能力最足贡献 7月17日 泰原市人民议会经济社会委员会 签查了在本市圈农站各圈农模型的展开实施情况 经检查显示 自2015年至2017年5月31日 本市圈农站为1万个农户举办 140个关于种植 养殖 水产养殖 各领域的应用科学技术进步的培训班 将32个技术经济模型展开到一千个农户 实施及扩大高经济效果的多种模型等 然而 扩大之后 一些模型摸同步实施 一部分农村劳动者的创新思维还缓慢 科学技术接近能力还很有限 泰原市人民议会经济社会委员会提议 本市圈农站继续紧靠着人民的实际需求 实施好科学技术 转交工作 向着集中 专业化 带来高经济效果等革新圈农活动 我们今天的节目播放到这 感谢各位收看 再见